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是 世界都在看 这是我们的主比美少女张佳麟 范姐好 大家好 范姐你知道中国呢 最近最流行的见面寒暄方式 都是怎么喊的吗 来教一下教一下 好 你是什么垃圾啊 你是故意呛我的吗 是真的啊 因为上海呢 他们从7月1号开始呢 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 到2020年底呢 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呢 也会陆续进入这个垃圾分类的时代 这个贸易战僵持不下 香港这个反送中还在进行事 不是说这个习大大还有闲情意志 抽出手来管这个垃圾分类啊 范姐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 中国呢是全球产生垃圾最多的一个国家 他们年生活垃圾总量呢 超过4亿吨 占全球总量的15% 那么2017年呢 光是上海这个地方 日均生产垃圾就有2.2万吨 那根据这个体积来计算的话 他们两周呢 就能够堆出一栋上海第三高的经贸大厦 那到了2018年呢 这个数字呢 更是飙升到2.2万吨 他们再不早出路的话呢 中国呢就要垃圾包围城市了啦 我记得在这个2000年中国就开始实施垃圾分类 但因为当时呢后端处理还不能跟上 再加上居民缺乏对分类习惯的这个培养 几个城市试点最终都宣告失败 现在突然想做难道是马祖托梦吗 多懂习大大也懂 一直以来呢中国它的生活垃圾最大中就是厨余 它是高比例的厨余垃圾 它为这个垃圾的末端处理呢 制造了根源性的困难 那它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呢 像是把它填埋起来就很容易引起早气的二次污染 那焚烧的话则是有可能会产生像戴奥兴这种有毒的污染物 那这些呢在遇到这些湿垃圾的时候 效果都会再打折 所以呢把这个干湿垃圾从源头有效的分开 才可以提升这些环节的处理效果 那这次的新政策呢 被称为是史上最严格的垃圾分类 它们把垃圾呢分成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跟可回收垃圾四大类 欸等等等等 我知道这个垃圾不分蓝绿呀 这垃圾是怎么要分干湿啊 这个就是让上海人最头痛的一个点了 这个没有标准的垃圾分类标准 范姐 你有养狗嘛对不对 那我现在随便来考考你 假设呢今天出门遛狗 那你用报纸的包含我们家的狗大便 那你会怎么处理这个垃圾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是狗奴当了非常多年啊 這題簡直侮辱了智商 還不簡單 當然是包一包丟乾垃圾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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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狗大便在這個規定裡面 不屬於垃圾中的任何一類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狗大便 帶回家衝進你家的馬桶 然後包括這個狗大便的 這個髒的報紙 才是屬於乾垃圾 這個中國開始做這個垃圾分類 是很值得鼓勵的 但畢竟難得這兩岸是有共識的 但這個乾濕垃圾分法也太難判斷了吧 會不會很擾民啊 沒錯 最近網路上就有一則 垃圾分類之後的上海人這個話題 就引起很多的網友共鳴 他們講的都是 他們怎麼被這個垃圾分類給逼瘋 但是范姐你也不用回心 這個有網友他們就做了 非常詳細的分類說明 他們還用唱的呢 只要五海共同丟斷了你 哇這個垃圾的歌實在太魔性了 是乾是屍讓豬是吃一吃便知啊 我雖然變動了雙眼 看來我們這已經完全理解了 我是這個苦中作樂的心情真不錯啊 沒錯這個畢竟呢 你丟不好還是要罰錢的呢 根據這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規定呢 如果你沒有按照這個分類去投放垃圾 個人儲以最高200元的罰款 對事業單位呢 則儲最高5萬元的罰款 它上路呢不到一個禮拜 上海衛生相關單位就已經開出了200張的罰單 這個垃圾出的去上海發財啊 哇怎麼也變你傳染變成韓粉啊 嗯沒錯 而且根據呢這個天貓統計呢 光是整個6月份呢 中國的家用垃圾桶的銷量達到了300萬件 它的銷量呢比去年同期大漲了5倍 不少店家這個垃圾桶呢都賣到斷貨 而且啊如果你沒做好這個垃圾分類 如果你被監視錄影器啊 或者路人檢舉拍下來的話 還會影響到你的社會信用分數 那網友呢就開玩笑說 這自從這個新規上路 施犯10分鐘 垃圾分類至少要半個小時 這個垃圾分類是個公共議題啦 不應該是個監督跟被監督的關係 那民眾的抵觸的這個情緒呢 我認為也跟這個整個社會 還沒有建立對環保的這個意識啊 公民責任感以及政府在後端處理議題上 訊息不透明可能有些關係啦 沒錯這個上游政策下游對策 華爾街日報呢它就報導說 現在上海呢不僅出現分類垃圾的這個掛腰包 主打說你要隨身做分類之外 還出現了垃圾幫這個垃圾幫分類的這個服務 一次呢要價一塊錢人民幣 還有人呢就把這個垃圾盆滿沙蟲劑說 這個是有害垃圾 看來這個垃圾創業可能是個新封口呢 哎呦不要只想這個發大財啊 這個垃圾分類沒有一步到位的啦 想想看我們台灣也是耗時了16年耶 才把這個垃圾分類養成順手的習慣 中國現在才剛剛起步而已 對啊像台灣進來呢就朝一個減速的方向進行 除了重點餐飲呢停用這個塑膠吸管之外 現在呢也把這個一次性的免洗餐具呢 列為未來餐飲店禁用的部分 台灣的環保概念呢已經從這個垃圾分類 在走向從源頭減量跟減費 上海垃圾分類的目標呢 是到了2020年可以減少總垃圾量的35% 那這個垃圾分類是勢在必行啦 那這是中國社會走向全球公民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你對於上海開始實施嚴格的垃圾分類 有什麼看法呢 非常歡迎你到網路上來跟我們討論喔 我們馬上回來 拜拜